像在一個團裡面如果要做比較有電的感覺 是不是至少要有一個的團員 他要對這樣的音樂有某種程度的熟悉感 要不然我覺得電子音樂這種 音樂的概念也不是 一般搖滾音樂團在裡面揚成的時候 就一開始會有的元素嘛 對不對 對啊這方面 其實我這兩年 我是大馬 大馬這兩年 我做幫朋友做蠻多remix的東西 不過我自己聽電子不多 我比較喜歡像chemical bottles這樣 它是蠻rock的電子 可是在做的時候你覺得這有沒有什麼 要特別在注意的地方 就比方說你們可能一個音樂出來了 那它可能原來的版本就是你們可以現場 就是用搖滾的方式來呈現 但是現在你們一樣有搖滾 但是要加上這個電的時候 是不是電跟搖滾本身在配合上面 是需要一些比較特別的技巧呢 是電子的東西可能就比較多事前要設定好的 對 跟現場跟CD可能就會多少有些出路 對 所以當你們在現場表演的時候 還是會有這些電嘛 對 可是每一次live不是都表演出來都不太一樣嗎 怎麼配合它 可是你自己的不太一樣自己可以控制 那個機器不一樣你就很麻煩 對啊 那可是那個機器不一樣 你們的live是 那個機器是一樣的 但是你們每次live是不一樣的嘛 這好做嗎 還蠻好做的其實 喔真的啊 對啊 我們是有一個那個頻率在乎 表演變得很輕鬆 對 喔因為你們可以依照那個頻率的感覺 去更燙 喔對 好 這個因為我知道這個1976接下來就其實有蠻多表演的 到時候大家就可以在現場感受一下這個魅力 那今天呢 剛剛有聽到紫橋 希望能夠透過節目呼籲所有已經買了專輯唱片的朋友 現在跟我們一起來做一個勞作 對 好 所以我們就請那個紫橋來告訴大家 我們這個勞作是什麼 首先有一個秘密對不對 對 就是我們的封面有一個秘密 請把歌詞本拿出來 對 把歌詞本拿出來 好 拿出來了 然後呢 拿出來然後放在紅色的封套 下面 緊貼 緊貼的 緊貼的紅色的封套 對 然後你要 慢慢的移動 非常慢的移動 非常慢的移動 要很貼的移動 你會看到那個字在閃 可以捏大力一點 對對對 要捏大力一點 大力一點有沒有看到啊 嗯 其實如果時間 給我們時間再多一點的話 好像可以在效果做得明顯一點 喔我會覺得這個 不然就是這個紅色的套子直接做大一點 就是做長一點 這樣我們可以這樣 一直閃一閃 閃很久這樣子 對 目前為止有歌迷發現這個秘密嗎 如果你們有發現的人 在今天晚上的PTT 你可以先告訴大家 你很聰明 好像只有劍痕發現 我是有發現 因為我拿出歌詞本的時候 我要裝回去的時候 裝錯 對 然後我就發現說 在這紅色套子裡 歌詞本好美喔 然後就這樣慢慢移動 就發現了那個 那個 欸怎麼會 對 就是感覺上蠻立體的這樣子 對啊 那我是這樣發現 無意間發現 我不知道我們歌迷是大家 有沒有發現這個秘密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呢 為什麼要做這個 對 有一個特別的原因嗎 就是我們的好朋友Dizzy 他就是 很喜歡 藏東西 藏東西在裡面 在他的作品 對 有密碼 不過我們之前有一次失敗了 在新浪潮的時候 我們也做個類似的 就你走過去他就是立體在動的 不過我們那時候做成 上下的 所以你走過去的人就不會發現 是 好 嘻哈才會發現 嘻哈才會發現 搖滾的都是左右 嘻哈才是上下 對 我們在那個現場PTT各位鄉民 有人發現這項勞作 有人在今天1976的宣布之前 你們就發現的人 有的話你們可以在上面 看來似乎是沒有 對 目前是沒有 OK 好這是一個蠻特別的 的一個設計 那紅色有一個理由嗎 紅色啊 嗯 就是阿凱很想紅啊 蛤 所以 所以就選了紅色 阿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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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覺得有 有 有紅色比較容易賣 對不對 你不是說反正都不會賣 上面就努力做音樂 反正表演賺不到錢 阿凱解釋一下 阿凱 你今天好像很害羞耶 你說難難 不會啊 紅色對你們整個唱片的image來講 其實我覺得是適合的啦 嗯 就那個紅色跟我聽完音樂的感覺 OK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耶 好 但是 Deezy有解釋過用這個 它可以產生那個閃動的效果 對對對 但是我想自首一下 我是 上個週末去南部的時候 看紫橋在玩我才發現 啊真的喔 我之前完全不知道 對 我都聽Deezy講 然後我拿到CD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晃 嗯 嗯 就HEPHOP的搖滾我都死了 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接下來呢 我們繼續在這個專輯裡面來聽 你下次可以跟他講一下 嗯 那個有時候他設計的 也不是很容易看 比方說要看歌名的時候 喔 上次要去找白子來電 要不然我們就看不到這首歌是叫 《流浪者之路》